好,這裡呢是在Google地圖上有看過的叫做尊池 它是一個民宿跟釣魚池 它有很多池,我算了一下大概有五池吧 今天有客人來消費,而且馬上就釣到魚了 蠻厲害的,而且魚很大尾喔 可能這個有30公分左右的大小 大家好,進去釣魚了嗎?歡迎收看翠一晃頻道 今天翠一晃是日本群馬縣上野村的釣魚第三天 接下來來到這個地方是川之站 我們要來看看在一年一度的上野村的神流川 春季釣魚祭典是怎麼樣的 大家來看一下喔 一路看下來呢,還蠻多人的喔 大概每10公尺就有佔一位釣魚 而且很特別的是,也有小朋友來參加這個 這個算比賽喔 因為當天釣到最大尾還是釣到最多呢 是有獎品的喔 我在網路上看,這裡面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就是 Hakowski呢,他有特別講說 這一種尊魚呢,要小心喔 他可以把你這個拉的跑啊 你要注意喔 有這樣子的一個號召 蠻厲害的喔 這位大哥的釣竿超長的 我看可能有8M 那麼長 那個阿伯的網子超大的 他是要釣這個Hakowski嗎 看啦看啦 這位大哥釣到Hakowski了 好大一尾 難怪用那麼大的網子 接下來來到活動會場這邊的區域 還是以耳料釣魚為主 我看到有一個好像在用Tankara的樣子 天堂釣 看了這個大哥的天堂釣齁 我覺得有一個疑惑 就是他的竿子好長喔 他好像是用溪流硬竿來當Tankara 不然一般Tankara可能 三公尺多的釣竿場而已吧 嗯 釣友們呢都很專心在釣魚齁 我們就盡量不要打擾著他們 小聲一點 剛剛走了一輪來回呢 有一個阿伯呢超厲害 一來回呢就釣了兩尾 而且都蠻大尾的 是山魚 山魚 山魚 好一邊走一邊逛呢 再用全景相機再拍一拍 一邊在看這個釣魚齁 我發現跟昨天不太一樣的 都是跟這個地方的規則不一樣的是 大家呢今天都可以用生耳釣 都可以用耳釣 都可以用耳釣 可能是一年就只有這一次 能夠在這裡生耳釣 釣貨爾基地最高 所以呢 大家呢其實也參加蠻踴躍的 不然呢這個地方呢 是川之站的特別設置釣場 平常的時候呢只能用路牙或是毛鉤釣的喔 跟大家聊聊吼釣魚要怎麼進步比較好 我覺得呢有幾個管道 第一個當然就是你上網看 看書 有很多的資訊 你可以從這些文字的資訊 或是影片的資訊呢 來了解這些釣魚的方法 那第二種方法呢 就是真的去釣 而且呢 旁邊有前輩 又是剛好有前輩能夠帶你 實際的釣過一次 這樣子呢也可以提升經驗很好的 那第三種呢 我覺得提升釣魚 也很厲害的 就是參加比賽 競爭呢有壓力 那大家呢就會努力的想要去學習 讓自己的釣魚更進步 如果你參加比賽的話呢 也是一種很好進步釣魚的方法喔 好 現在呢時間是到十點半了 太陽很大 那今天的釣魚 看人家釣魚比賽呢 就看到這邊 接下來呢要去下一個景點 我們來去看看呢 這邊還有兩個特別設置釣場 是只能用毛溝的釣場 好以上呢就是在日本群馬縣上野村 春季釣魚祭典的現場 跟大家呢參觀分享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的收看 那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 好 毛溝專用區 就是我後面這個扛棒 那真是再享受也不過啦 嘿嘿嘿